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家有三十年历史的老鞋店却贴出了关门歇业的字样 这家老鞋店究竟为何要羡慕呢 得知老鞋店即将关门歇业 市民李女士就急忙赶来买鞋子 她说家里人都很喜欢买这家店的鞋子 一来价格便宜 二来质量也还不错 我孩子可能上体育课比较多嘛 我就给她买一些布鞋 上体育课比较好 买两三双吧 两三双今年学校上课穿得像 上海回地它是老牌子 好像穿得都不会坏 跑步什么之类的也很好 布鞋穿得比较轻便 李女士说 她婆婆是这家鞋店的老主顾 一听说老鞋店即将关门 就告诉身边的人赶紧来买鞋 以前是我婆婆又过来这边买 以前我婆婆她每次给我小孩买鞋就在这边买 买了 然后今天告诉我在这边 我又跑过来买一下 她以前都在这边买 她前两天又看到广告说这边好像要做果冻吧 然后我就跑过来给她买一下 备用一下 她已经来买过一次了 已经来买过好几次了 李女士说她会给孩子多买几双 可以穿两三年 接着在现场看到 像李女士这样的购买者不在少数 他们买鞋子除了现在穿 更多的是为孩子背着 以后还可以穿几年 来的大部分是这里的老顾客 稍稍转一圈就买上三四双走 这里的一切有一种老时光的味道 简单朴素的宣传标语 供顾客视鞋的矮椅上的皮革早就磨破了 除了四周的货架 还有中间的玻璃柜台 从1985年一直用到了现在 在当年这里叫做海燕商场 是厦门橡胶厂办的第三产业 到了2002年 海燕商场正式停业 名称也就变成了厦门宜安贸易有限公司 专营上海回力 青岛双星等牌子的运动鞋 这一卖就卖到了现在 当年的小顾客如今已人到中年 据说鼎盛时期 店里卖的鞋款式最多时有一千多种 店面也不断扩大 老顾客越来越多 但在2009年后 顾客渐渐少了 营业额也在下滑 今年8月份 店面租约即将到期 店主决定这个月底就关门歇业 老店将退出历史舞台 几乎一成不变的老鞋店 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当年的回忆 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或许是对自己青春的美好回忆 他们这次来都是给自己挑一双运动鞋 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接受款式老旧的运动鞋了 但在以往 大多数人来鞋店都是给孩子买鞋的 以前有来这里买过 给我孙子买过 还想买 那也没办法 没有就没办法啦 是有经常买买 现在比较少来买的 以前都是买给孩子穿的 这个很牢固啊 上海的这个是不错的啊 要关就没办法了 东西又是好的 价格又便宜的 老板心又比较能接受的 比较可惜 我觉得这应该会比较可惜 因为小孩子运动量比较大 穿这个布鞋它原本的价格也不是非常贵 你说像那个运动鞋什么之类都是好几百块钱 那你这种回忆的鞋子它质量比较好 它价格本来也不会很贵 以前我来买一双一双布鞋才五十八块钱 五十八六十多块钱一双 本身也能都能接受的 就说它光了就比较可惜啦 少一点货回去吧 青岛双芯有近百年的历史 尤其是作为鞋的品牌历史悠久 对于六零后 七零后和八零后来说 很多人是从小穿着双芯足球鞋长大的 可以说双芯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 上海回力同样历史悠久 回力鞋业创建于1927年 距今已经有89年的历史 回力商标最早是注册于1935年 1999年被认定为中国持名商标 改革开放后 青岛双芯上海回力 称霸市场整整二三十年 如今这家售卖青岛双芯和上海回力的老鞋店 却不得不关门歇业了 市民曾先生在得知 老鞋店即将停业的消息后 也打算再去店里买几双球鞋回来留作纪念 因为这曾经见证了她学生时代的青葱岁月 好像是我妈买回来的 然后当时刚打开那个盒子 然后就觉得 好像班级大家都穿了这个鞋 我现在也有一双了 就特别特别的兴奋 然后马上就穿到脚上了去试一下 因为大家都穿 也想第二天赶快到学校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说我也有装这种鞋了吗 曾先生说现在参加工作收入高了 自然会选择更高档更时尚的运动鞋 老品牌虽然物美价廉 但已经不再是首选了 从小学到中学 甚至我觉得好像前一段时间 有跟别人踢球 然后就感觉那种 还是有人在穿这个 是这种比较普通的 这种比较廉价 曾经荣耀意识的品牌 如今却只有中老年人的青睐 对于青少年这个最大的运动鞋消费群体来说 追求时尚摆在第一位 仅靠价格低廉 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老品牌它主打的是一个物美价年 那么在价年的情况之下 它的款式没有推成初心 这就有可能就被淘汰掉 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价格上面 价格上面老品牌 因为它长期的定价策略 都是在一些比较低的价格程式上 但是从当前的成果来看 生产企业它的成本在增加 但如果这个品牌它的价格 依然在低价的情况之下 那就有可能导致它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甚至它都会出现亏损的状态 利润空间的缩小 广告营销的投入自然缩减 这无疑会让曾经家喻户晓的老品牌 逐渐淹没在市场中 在90后00后 这些新生代中自然没有知名度 也就无法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客户群 营销的这个方式上面 它也都是用一些传统的这个营销方式 没有借助到我们当前的一些新型的营销 除了广告营销 还有一些网络营销的这个方式 那么它的消费群体自然打不开 市场也就有所受限 即使是对熟悉老品牌的中老年人来说 他们也希望老品牌能够出新意 产品不断升级 品牌款式多样化 如果老品牌长期吃老本安于现状 再忠实的客户 也有可能被富有新意的品牌所吸引 它没有把自身的这个定位 进一步的提升 在市场当中到底是 长期走低端品牌的路线 还是从低端往中端 再向高端化发展 或者说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丰富度呢 增加深度广度上的不断拓展 老品牌当年风光无限 那是因为当年的产能不足 产品供不应求 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 更多的是满足穿的基本功能 而如今消费者的需求 不仅是穿的功能 更多的是满足时尚的需求 款式设计新颖 科技含量高的高端产品 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 现在消费者他已经不是在求温饱 求便宜的这个阶段了 也就是说需求已经呢 已经从低层的需求往高一层的这个需求 在发展 那么这时候对于这些低端的产品 当然我不可能走高端化的路线 那在同级别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也不能长期的做这种低端营销 所以我这时候我要提升自己的内战 老鞋店的卸木 有租金成本的压力 也有电商的冲击 但更多的是所售卖商品的原因 随着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升 和需求的多元化 对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从供给侧来说 国际品牌的进入 本土品牌的崛起 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 产品不断创新升级 如果老品牌固步自封 不进则退 只有创新升级 提高技术含量 追求时尚新潮 满足消费者的更高需求 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壮大 感谢收看本期十分关注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